哈喽,大家好啊,今天呢是2022年的8月8号啊 那么我们呢,首先来说啊,先看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 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大盘啊,这个早盘之后的话呢,还是高开 向上冲了一个4186点,随后的话呢,一路向下啊,这个向下做了一个调整的动作 那么这个调整动作的话呢,从30分钟级别的上涨的类型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个衰竭的迹象 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话呢,应该是有所整理 但是这个整理的话呢,展开的形式啊,我们还是要 客观的去看啊,这个位置的话呢,从这个位置马上就开始这样子走 啊,这个概率不太大啊,当然呢,我们指的这样走呢 不是小级别的啊,是指这个啊,马上就走这么一个微型啊 然后,还向下破位啊,应该是不会啊 所以呢,在这个区间的话呢,我们预判大盘的话呢 应该是进入到一个震荡期啊,一个震荡期 而这个震荡期过后的话呢,嗯,很有可能大盘的话呢 还要做成一个对4200点进行一个向上突破的动作 啊,这个时候才具备啊,这个吸引韭菜的一个坚实的技术图形基础 这是我们的预判了啊,到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得看市场的选择 本周的话呢,还是有一个什么CPI啊,有一个什么环保法案啊,等等吧 啊,有很多的这个,嗯,影响市场的消息啊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单纯看大盘周线啊 看大盘周线啊,那我们把图形都去掉啊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啊,这个是在市场的反弹的空间力度啊 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啊,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啊 如果单纯的去看周线的话啊,比如说周线啊,这个位置啊 有这么一个整理区间,对吧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强力反弹啊,正好抽到这个上次的整理区间的下边沿附近 所以不排除呢,后续啊,在这个位置上横盘震荡 对4200点呢,再往上试探一下 但是呢,这个试探的过程恐怕是很艰难 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可能发生的,呃,后续的这个故事啊 所以呢,这是这个指数啊,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在VIP的直播当中的话呢,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东西 啊,大家呢,这个啊,一直在放空啊,啊,等等的啊 当然都是日内的啊,都是日内的 当时呢,我们说放空呢,呃,等我上线的时候啊 就基本上都已经啊,开空,他们开空都差不多了啊 然后呢,我只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提示大家要注意啊 今天的空仓,到这个位置的话,就不能再做空了啊,就差不多该收手了啊 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呃,这是关于这个指数啊 关于指数,呃,我们的预判了啊,这都是预判 呃,那今天盘后的话呢,也是有多家公司的报业绩啊 这个有一个NVAX啊,也是生物制药啊 这生物制药的话呢,这个业绩可能是一塌糊涂吧 啊,然后现在直接啊,盘后呢,就干掉了30%多啊 这个别不达预期啊,等等等等啊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什么UPST啊,也是啊 这个直接啊,16%就下去了啊 实际这些的股票的话呢,我们如果单纯看图形 最主要是他们的这个行业板块啊,行业板块的问题啊 单纯的看日线图形啊,在这位置,你看这上面一层一层压力 你在这位置怎么可能靠业绩直接的顶 对吧,怎么可能啊,所以说呢,呃,质量中的话呢 这个是没太大问题,只不过呢,最近市场的话呢 在一些可预期的产品当中的话呢 这个期权费都比较贵啊,所以呢 如果跌幅不达到双位数,恐怕啊,我们会远远说了啊 这个你要不达到这个数目,你虽然猜对了也不也赚不到钱啊 也赚不到钱,所以呢,呃,这当中的话呢 我们现在再去赌业绩 恐怕即便你赌对了啊,这个收到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啊 也不会很好,所以说呢,这是关于这个 大盘我们总体的判断啊,大盘现在我们刚才看周线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话呢 这个今天也是试探了一个24000美元上方 如果我们对大盘的判断没差的话呢,那它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 试探一下25000啊,配合大盘的呃,向上的这个突破4200点啊 估计也就是这样子啊,大方向的话肯定还是看下跌的啊 呃,黄金市场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又反弹了一点点 但是呢,我们再看30分钟级别的话呢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做了一个收敛形态啊 做了一个收敛形态,那这个收敛形态的话呢 等待一个更明确的方向,向上突破的话呢 有可能,但是呢,压力位的话在1800美元左右啊 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压力,呃,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不易做多啊,要在小级别找点啊 看看有没有小级别做空的一个方向啊,这是黄金产品 原油产品的话呢,在90美元啊,这个勉强支撑 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还是看90美元左右啊,是不是能够守得住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呃,目前肯定是先不能做多吧 啊,先不能做多啊,天然气市场的话呢 今天啊,还是迎来了呃,再次的下行啊 这个到现在为止是跌了三毛七分前 那总体来说的话呢,在四小时级别呢 呃,又进入到了一个空投市场的一个气氛当中 呃,从目前总体的市场的氛围上来看的话呢 大家好像都是觉得天然气不行太高了 呃,黄金也下来了,原油也下来了 天然气是不是也应该下来啊,有这么一种逻辑思维啊 但是从我的这个交易经验上感觉 我觉得天然气从这个位置上做的这么明显啊 然后就做一个头部啊,然后就让你这么轻松的方空赚钱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个人感觉的话呢 看看天然气啊,在这个嗯,呃,七块五毛钱啊 到七块钱之间啊,在这个区间的话,是不是能够有支撑啊 啊,如果支撑的住的话呢,呃,我们看看后续天然气的表演啊 这是关于天然气啊,然后今天的这个名牌股票啊 今天还是跌了三毛钱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在六块五毛钱左右 那六块五的话呢,对于这只股票的中期走势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呃,这个,嗯,显著的一个,呃,支撑位置吧 因为这只股票啊,我们一直还是站在周线级别去看待这只股票 目前来看的话呢,呃,看看能不能啊,在这个七块钱六块五之间做一个震荡啊 震荡之后的话呢,再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去选择 目前的话呢,我还是继续啊,这个持仓啊,相关的股票 这是总体的这个盘面啊,那在上一次视频当中的话呢 也跟大家说了哈,最近这几个交易日的话呢 呃,后续呢,我们差不多能够稳定了啊,也就是说呢 每周呢,一二三四啊,更四天,然后周五的话呢,咱们做一个荒野街 然后呢,可能还要录一期我们VIP会员的课程啊 所以呢,基本上后面的话稳定了啊,呃,因为前面的话事比较多啊 所以呢,这个,呃,这个单拍的差不多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直播会比较稳定啊 然后,呃,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留言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朋友说 I,M,N,D,I,M,N,D,啊,然后如何啊,还是L,M,N,D啊 啊,L,M,N,D,啊,L,M,N,D,啊,L,M,N,D的话呢,如果说站在周线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超低了啊,超低之后的话呢,在相对的低价位的话呢,做了一个向下的斜行啊,向下的斜行走势啊,斜行走势啊 那么这个斜行走势的话呢,实际上啊,我们从周线级别看的话呢,是这一段时间的下跌啊 啊,然后做了一个直接的动作吧,啊,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啊,日线级别的话呢,它整个的这个运行的格局范围压力啊 大概的话呢,是在这个点啊,有一个压力啊,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呢,有一个反抽黏着的压力啊 然后更更重要的的话呢,是这个呃,斜行的起点啊,斜行的起点啊,所以呢,这只股票的话呢 单纯从纯技术走势来看啊,它目前上行的压力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最高价啊,26块5毛钱左右啊,这个位置的话就有相当的压力了啊,就有相当的压力了 那后续的话呢,就是看,它在回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这个斜行成立,能够站稳 所以呢,目前的话呢,对它的观察的话,基本上是30分钟级别,一个21周期间跟随 目前的话呢,高位出现了一个冲高宽幅带量震荡的格局 所以目前短线上来看的话呢,再加上我们对大盘走势的判断 基本上这只股票的话呢,可能短期需要面临一个整理的过程 而这个整理的话呢,我们就看啊,整理过后也配合大盘走势了哈 整理过后能不能站稳啊,然后再做,如果能站稳再做的话呢 那中期可能有机会,但是就目前大盘我们总体的判断呢 呃,并不能抱这么乐观的态度啊,这是IMND 当然呢,我们这个指示局现在啊,技术分析这一个范畴啊 呃,那后面呃,这些朋友的话呢,这个有很多啊,都是啊 嗯,褒奖之词哈,也非常感谢大家了啊 呃,油价下跌啊,是不是通胀会缓解,然后美联储加息少一点,会有这种情况吗? 呃,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站在美联储的角度上想一想 那他这一次加息动作的意图是什么啊,你当然的话呢,现在通胀是一个影响因素了啊 那现在美联储加息,他有两个目的啊,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的话呢,是通胀太高了,对吧 当然,通胀高是怎么造成的,通胀高肯定是超发货币造成,对不对啊 你如果从来不印钱,对吧,世界上就飘着一美元,就一套房子,那这个房子就值一美元,永远不会有通胀 对吧,永远不会有通胀,咱们站在一个极致的一个极端上去想这个问题,对吧 没有通胀,对吧,那就不存在着通胀环节的问题,那是因为印钱印多了,对吧 无端的印,不端的印,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值一百美元了,对吧,值一百万美元了 为什么,对吧,因为钱多了,对吧,钱多了,各种资产都需要重新估价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才会产生通胀的问题,对吧,才会产生通胀的问题 那么,所以说呢,他现在一个目的是治疗通胀 再有一个目的是治疗通胀的根本,这根本就是超发货币 对吧,超发货币是根本,所以说呢,他现在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为了下一次经济周期再次启动,到时候的话呢,再出钱 再向市场当中的话呢,释放流动性,做准备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9月份缩表还没开始呢 对吧,缩表还没开始呢 所以呢,他要达到的东西的话呢,是收回货币 收回拳头,等下一次再出钱,做准备 对吧,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目的 通胀的话只是表象,通胀只是表象 所以呢,这是这个要注意的 那么另外一点要注意的话呢,就是在上一次议席会议的时候啊 美联储啊,主席鲍格尔,然后这个耶伦大妈啊,这个财长,出来讲话的时候 都重申过一句啊,为了缓解通胀,适当的失业率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适当的失业率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说呢,这个失业率的数据的真假啊,是不是有水分 或者说计算有错误,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各大公司啊,高科技公司啊,什么的都在裁员 对吧,但是呢,这个失业率没事 对吧,那就是服务业还好嘞 对吧,大家失业了,对吧 一个啊,哪个审计啊,总会计师啊 然后失业之后,然后去啊,这个哪个餐馆啊,当waiter 也算是在就业,是不是啊 然后呢,这个啊,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个Uber那时候怎么解决的啊 那时候呢,好像是Uber司机也算是就业的一个怎么怎么回事啊 以后续的有没有结果,我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就业数据是不是准确,我们不知道 但是啊,这个联储主席财长都说了啊 为了啊,怎么怎么着啊,然后适当的啊 是可以的,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 对吧,提前打预防针了,告诉大家了啊 后面失业率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后面失业率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么可能会出现问题是怎么着呢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美国经济可能处在一个 这个走缓,衰退 反正前面两个季度GDP已经那样了,是不是啊 但是呢,从财长和美联储主席的角度上,口吻上,他们一再强调,我们并没有衰退啊,并没有怎么怎么着,对吧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呢,所谓的经济滞涨啊,缓啊,缓了,然后呢,适当的衰退了,经济危机了,只不过就是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当中,不同程度的标签而已 对吧,不同程度的标签而已,就像我们说美联储加息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样,你百分之五十二十五,七十七十五,七十五一百有什么区别吗 对不对,有什么区别吗,对吧 他一直在啊,这个收缩货币的路上 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他加了五十个基点啊,这这次加息就我们就可以等线试制,对吧 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呃,这条路啊,我们大家的话呢,还是要仔细的去评 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呢,美联储到目前为止啊,呃,应该是在五十个基点到七十五个基点做选择啊 我个人更,到目前啊,到目前,因为距离下一次的话,还有一段时间啊,到目前的各方面信息的话 我觉得还是坚持七十五个基点,对美联储可能会更好啊,这样的话呢 他们才能够达到啊,这个政策的一贯性啊,不要让市场的话呢,有一个误解和误导 对吧,哎,哎,美联储你看啊,这次加五十了,下次会不加二十五,对吧 呃,甚至于那个啊,那那叫什么,木头节啊 然后都说了啊,二零二三年美国将降息,对吧 你,哎呀,你先把自己的基金弄好了吧 对吧,那那那种操作级别,你怎么,怎么,怎么去弄这个事,对吧 说这些都没有用 所以呢,从这个当中的话呢,市场有不同的声音 对吧,官方的美联储财长都说没有衰退 对吧,没有,为什么强调没有衰退啊 对吧,没有衰退,只有没有衰退,他才能继续加息的路上走 对不对,啊,飞龙数据走得非常强劲啊 没有失业,那我们继续加息,没有问题 对吧,给什么,给货币紧缩政策 制造大的舆论环境和数据环境 啊,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我个人感觉呢 美联储加息的话,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还恨不得快一点呢,对吧 赶紧把钱收回来,等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全机迷的时候,应该知道 出拳速度快,那前面的第一 就是说让对手没有反应 第二的话呢,就是快速收拳之后 你这个进攻频率高啊,对吧 你进攻频率到,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美联储恨不得赶紧把钱收回来 对吧,所以说呢,观察的重点啊 加息的路径是紧缩的方向肯定不会变 这个也,大家也不用担心 然后呢,重点的关注呢 是美联储缩表这个方向啊 缩表这个方向啊 呃,这几点综合吧 咱们随着时间推移,咱们再看啊 那些自卖自夸比特币的啊 这很多频道都出现啊 不要相信啊 这个我们就说过了 没有意思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对比特币的判断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说多说了之后就有吹牛的嫌疑 对吧 然后我们都说过啊 咱们前面都说过 四三二一 对吧 四万打头 三万打头 两万打头啊 一万打头 对吧 这两天的话呢 还在坚持啊 然后呢 我们就给会员的啊 我说读努力保持在二的范畴之内 那后面的话呢 这个等大盘不行的时候也一样啊 呃 那这个啊 这个做空了 确实太早啊 这一点的话是咱们向上期的标题 就是说呢 做空太早 当时是8月3号 今天是8月8号啊 这个日线级别的3号啊 大概是呃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做空太早 对吧 你看这市场啊 这个你看这市场 你做空的话没有肉 对吧 做多呢 又没有肉 对吧 你向上做多没有肉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我们预计市场的话 可能会进入到震荡期啊 呃 今天的这颗K线形态收了之后 预计的话呢 可能会往下调一调 但是呢 调整的空间呢 嗯 我个人感觉 可能还在某区间要进行震荡啊 为最后啊 突破4200点啊 再吸引一批韭菜做准备啊 这种 当然这只是预判啊 只是预判啊 明天阿里巴巴的财报 可以怎么样 长线吗 啊 这个咱们现在就已经是过去时了 对吧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吹牛了 我们预判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必要了啊 但是呢 呃 这个也就很明显了 对吧 很明显了啊 然后直接就下跌了啊 直接下跌了 呃 这个怎么说呢 呃 站在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阿里巴巴嗯 能不能站稳 我个人感觉还需要 还需要在品位 从整个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形势上来看的话呢 呃 我个人感觉呃 应该是 是保守态度啊 是保守态度啊 那这是我现在啊 总体的这个盘面的一个判断了啊 总体的盘面判断 也非常感谢大家啊 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更新的话呢 并不是啊 这个特别的准时啊 呃 希望大家亮起啊 而我看上一次的话 我们后台好像把我的一个呃 视频的这个字幕也给加上了啊 非常感谢啊 我也不会弄这些东西啊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值这个就到这儿啊 呃 非常感谢大家 有什么事的话呢 咱们明天的这个视频咱们再见啊 拜拜 咱们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